你会不会把这试神拿出来 咱搞搞这个什么 胜率啊对好来到双方第三局BP啊 在这一局蓝色方LG点红色方 阿斯嗯但是听说好像啊 不玩是试神嗯 听说只是听说了 你也知道一般听说的都不真 有很多听说啊比方说我记忆当中 哈迪斯就跟我说过很多假情报 嗯天井下垃圾没人玩 嗯同时大垃圾没人玩 哈哈哈井梁更不要提了 垃圾村的垃圾不可能有人玩的 你看到现在都是搭着门 是吧有没有那么一种 可能是哈迪斯有问题哈迪斯是垃圾 哈哈哈是不是这情报跟情报没关系 是哈迪斯这个人给你的情报有有有问题 啊好像是有这种说法啊对对对 哎这一局天井下还没搬 阿斯怎么考虑 应该要搬 而今天这这一局做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举动 就我把泄机搬了 之前的泄机呢阿斯会放出来给你当陷阱 哎你优先级太高了 你总是给罗门先拿个泄机 坏了之后你们 哦放放放放小方子 有没有 有没有一种角度是想给lgd 先拿天井下然后 阿斯自己拿点不一样的东西出来 哦不要不要不要打先拿云外镜 那green你不拿吗 greengreen 放出来了green 别说你有花换我有点晕了 哈哈那必须拿哈哈 啊天井下加上大四面是的 上去 木希的快乐圆子鱼真的就K爽了啊 是的开玩笑他确实收割做得很好 那也是及时支援嘛是吧 空框上去双客之力 是 就是每一次的技能释放都处于那个耳哨最后一刀即将落下的时间 哈哈 你需要你助手 哎 你不要逗 好看一下lgd这边的选择 简纳罗 天井下真的今天 百分之百的bp率非班必选 这个设成不出意外的话 接下来 和从事应该都会 常年 就是 在这个bp率占据百分百的位置吧 嗯不出意外的话 你接着没事赶他玩 被你出来干啥 哎单放一个 你看从事不是在里面乖乖待着吗 是 这bp率啊 白有peak的 嗯 还是鬼切 加上锦纳罗 有 那这局 那第三首选什么最高心态的 嗯 摇虎 啊 确实 你这线权没法玩了呀 不是 不是 最关键是我看到你选鬼切了 嗯 我再选手摇虎 哈哈哈 来一波宿命大对决啊 啊 复制 重演一下 copy一下啊 就是你这一步你再来图我 哈哈哈 那有没有那么一种可能 七七看到之后 嗯 我要改写历史 我要把之前那种情况改写 不好说不好说 我跟你说 有麦西克林在 啊 给人最近的 就是一些社交软件的动态 都是谈卖 啊 可以可以 有麦西克林在不一样的 就是你过来 冲自己家射手的时候 格林就会站在那里 给你唱一首卓日帝王篇 哈哈哈 给你喊一段 把你吓跑 善意 善意选完之后 搬掉了16股 对 可能是自家射手已经习惯了吧 他只能把别人吓到 RGD 不给你玩了 直接搬妖狐 我天哪 妖狐上班呗 这个有点排面了 这班的是妖狐吗 这班的是七七的心魔 这班的也是第一局的历史 是的 但是关键是 目前版本 其实射手可选的不太多 嗯 其实能拿的 现在班位上俩了 嗯 鱼软金 你不要忘了 上局他是拿过摆木鬼的男人 铁鼠 铁鼠 还是要献权 铁鼠这个点在 RGD当中表现不错 但是在比赛当中今天是第一局 是的 而且我感觉秋季赛的话 甚至铁鼠的一个BP率都不是特别高 是 好看一下 LGD的最后两手 这边怎么去考虑 把气候啊 炫起来了要 不知火 在这个阵容 看下能飞起来 冲不起来 呦 这 这是罗门的 犬神吗 这是罗门的Live Live Lover Lover 可以 刀光哥又出来了 真的就是经典在线 这LGD在第三局 他们选择的是 拿自己想拿的 是的 我觉得其实都到这个份上了 不如拿自己比较想拿的会好 还是那句话 我们这个赛季所有根据是吗 不顾热爱 破镜成光 嗯 我打破固有的自己 然后已经在大家眼中 镜像固化的自己 嗯 来突破 来组成一个新的自己 这叫破镜成光 没错 可以期待一首啊 罗门这个犬神 很久没出过山了 是 真的很久了 但是他的成名是神 是这个神 对 而且其实罗门这名选手啊 他在比赛当中 更多的也是考虑到团队了 为团队去做牺牲 对对对 他往常玩的比较多的 就是那些偏团队的嘛 嗯 但是在他打职业之前呢 他是玩一些单代类型的试神 对 像犬神啊 其实包括在他比赛当中 就是用大家就比较新潮的一个词 叫孤恶流 哈哈 孤恶流 就是很很孤独 然后就很恶 风光雌惊记 孤恶 啊 孤独的流浪这样 是是是 就他之前是玩这种偏单代的嘛 打比赛之后就是 纯卫团队贡献 他在这局选到了犬神 让他非常的期待 不知火在这局的出现 也同样是非常吸引大家 关注的一个点啊 是的 当然也是 当然也是 因为对方的一个选择 就辅助为可能比较靠前嘛 这局拿不知火也没什么大问题 不过天井下的这个大招还是蛮克制 就是说要么你这种地形战团战比较恶心的 或者是说你一套爆发 可能你起手动作台出来 我的大招都准备好了 嗯 这局其实LGD的不知火 倒没有什么人能限制 就阿斯特这些 没有那种稳定点控 对 你说大师命这个控制吧 他需要就是 实际上挂你一个被动 才能出发 对 你像什么化金啊 这种灰野鸡 倒是可以去针对针对不知火 嗯 还有什么焦图这些 嗯 都是可以的 但这一局不知火 如果发育顺畅的话 其实是可以打得很挑的 是的 阿斯特这种也没有很肉 但问题来了 就是现在LGD看着 阿斯特的阵容 像在照镜子 因为我也很脆 对 不过线权还是蛮关键的 这一局在BP位的话 其实后手防的阿斯特 是并没有去搬天井下的 没有 想让对方拿 那对方不拿 自己竟然拿到 那你铁鼠 加上天井下这个阵容 肯定线权 还是一定要拿的 没错 而且铁鼠滚雪球能力很强 这很关键 对 好 来到双方 第三局比赛 在这一局里 蓝色方LGD红磁巴斯 目前比分0比2 阿斯特抢先拿到赛点 我是解说乔野 大家好 我是阿如 也是提醒大家 微信搜索 金小电图学校程序 精通电器旗下 专属大学生的 3C潮流阵地 认证学生位约 几个时候 去iPhone14 更有大厂实习 等你来站 感谢我们的赛事 行业合作伙伴 金小电图学 对本次OPL直联赛 春季赛的大力支持 感谢 好 看一下 这一局的开路线 这局选择下开 但是阿斯特 好像有进攻意图吗 三个人站在上半局 这局上路 犬神家当光 刀光哥是要 一为一拼一拼了 我是一局 比较在意这个犬神 犬神兑现 刀光哥 就这俩是神 就是此消彼长 我强 你就势必弱 是 从对方的视野动向 现在双方队伍的打野 都知道对方的开野路线 是的 那么现在 暂时的队拼 时间优势的是 耳少这边 看一下他接下来的主力 是的 手在关下 这种战时的对拼 非常比拼细节 太重要了 每一个技能 就是你躲掉对方的 每一个技能 都会有位的关键 对 很多老玩家 其实真的还会 呃 莉莉在目 就是前几个 四五个版本 还是五六个版本 当时的上路的战时单代 那得前二十个版本 很久很久 反正得 两年 对 两年 对 那个时候 真的 你每一个技能 都有位的关键 那个版本 是 来 呦 这一波罗伯打得好凶 这个速红给到之后 直接逼团了 但是 顺步交了 有三 这波可以直接留 躲一下 可以可以可以 罗门这个走位很关键啊 细节 是 他如果吃到了二段三 他可能是没有了的 嗯 还好 这波 可以即时撤退啊 罗门这个位置 交了个顺步之后 也是拉开了身具 没什么大问题 没错 其实比较机会 就玩这种单代 然后 突然被抓 很伤 我有挂一套 二只能接一的破甲伤害 直接打出了 雨昕的自 嗯 这铁鼠 加上天井下 在线上 真的是 消耗很好打的 这线是有点恶心 是 来了 八一套 这个二技能 中了 我原本以为 可能会被走掉 这鬼切的二技能判定 其实有时候 感觉没有那么准确啊 就是没有那个 就是技能示意的 那么准确 嗯 从目前的换血来看 呦 这一波被动 灌到罗门身上 有点难受 但是罗门现在生四 还得一会儿呢 对 他就走 这波看见下落 七七二多二 逼了一个顺步出来 魅惑拉到两个人 但是尧线的输出并不是很够的 只能换血 善意来了 这波的 两颗老干年没有淘到什么甜头 是的 鬼切这个位置还不走的话 可能善意一会就赶过来 先走了 二手 去野区找鬼切 鬼切意识到了 中路都不见了 把灯笼鬼散出来 灯笼鬼打人剧痛这东西 是 在前期打人很难 拉开 奇奇手里有强谱 哦呦 被善意拿到了 痛太痛了 确实 难受住 下路过来 但是也没有用啊 这麒麟一放 就是你前期野区本身就丢两个达摩嘛 对 然后再丢一个 麒麟再加一个小野怪 升六就太慢了 还不给 哎呀被搞奇奇教授了 不放你走 这一波 耳上打的凶一点 鬼切是没了的 是他手里 没蓝放一 对 而且他有顺步的 是 那个位置如果抢杀还可以跑 但我们注意一下这个位置 来了 反正821 给跑 打一个翻盖 七岁这边应该是没了 一下漂亮 出始至已 在3分57秒的时候爆发 人头给到了耳上 哇这个下路暂时有点难受 不仅被拿了出始至已 而且 冰线也进来了马上 罗门直接看大招 给了个数 把大给骗出来了 勾现在说的还有大 有的而且他还有自愈 哎 这不勾有没有想法 我感觉他如果罗门那个位置不走的 他清完冰线他是有想法的 那那是我不走的话 那可能就是对 就要上了对 因为你视野之下大招已经扔完了 这是犬绳子是什么呢 就是你打的胸又有脑子 嗯打的很猛 那是高家属犬 就是 打的比较呆了 只会冲的话 嗯那是哈士奇 哈哈哈 行吧 从目前来看 罗门现在是 游泳犬 叫灵蹄 叫什么灵蹄 就是跑得很快啊啊 来了啊来了 这波能不能化身高架锁 哎呀哎哎哎 骗就骗坏了能不能跑 啊 以为顺步了 包子能走的 这下路都推到了这里了 还5级6级 现在刚刚是6 罗门进化没有成功 但是也没有退化 注意一下直接进房子 跑了 直接留四个人的包夹 浪费了RG的一定时间 是但是上路的这个 一塔感觉 虽然不一定能拔完 但是犬神 罗门这个位置好像 要被抓 有点危险 飞到手里没技能的罗门 坏了 怎么办 什么都没有啊 被封印 临死之前的反扑 并没有起到效果 大招刚刚转好 卡了一个CD的时间 这算好也没用 对 他这时候必须手里得有个顺 没顺步的 是 上波交了 那上一塔也可以吧 顺便把上路的夜员火一拿 这种纯单代的士绳 跟战士士绳 不一样的点在于 战士士绳被抓 其实还有那么一两波的容图 对 但是你像什么 腰刀鸡 洛心腹 犬神这种 你只要被抓个一两波 陷一崩 你可能就谁都打不过了 是的 因为你本身就脆 还得纯 纯输输 怎么办 还来 哎呦 有坏人啊 帅贱 哎 这又来了 罗门想亲上来 还有人 就能直接顶起 陷阱这个位置交一之后 直接全掉 不知火 陷火顺一套 哎 拉三个 有个机会 可以进去 三个呀 这一波不知火 还想来 第三个技能点 不知火有被动的 想留耳 交个顺 这一波感觉 如果刚刚手里没有四三啊 一四三的话 好像是可以直接全流 对 他 他那波如果能跟 西岁的这个一下 拉三个配合好的话 我感觉是有机会的 而且 他亮起来的 对 而且而且他还有被动 他如果有四三的话 只要留一个人 他四三二只要转死一个 一技能cd就好了 四技能又跌层 是的 是可以频繁的扑的 而且我感觉那一波 米露好像是有一些小小的 没有放开自己 对 因为一技能的落点一开始是重大 刀光哥 但是并没有敢第一时间一三上去 是的 其实那波如果说 七七能跟自己家中路起来的话 我感觉还是有机会的 对 就率先被击杀了 这波 被动还没有出来 我们注意一下经济差距啊 4100块 这才7分钟啊 这经济差距 悬殊了 很恐怖 高大 过来 被动再卷一下 来人了 来人了 这一波 有办法吧 没办法走了 罗伯都拿到人头 好可以 515的人头钱 这让罗门饱餐一顿 是的 但是下路这边推的还是非常快的 我们注意一下 瑶的经济已经5000了 是 这世神没办法 一旦有优势 他的经济会越滚越高 罗门现在4300的经济 让他再稳定发育一会儿 很残很残 七岁这个位置状态不是很好了 他耳朵手里有大 所以可以浪一下 是的 但是中医他好像没法守了 罗门现在没有办法去守兵线 他选择去带 罗门现在4.4k 相较于 跟我来说还是少个700块钱的 没事 他如果刚刚没拿到那个人头 插的个字 七七有机会吗 没有推掉这个 因为 140 等会儿兵过来摸一下就A掉了 是的 再拿一条 第二条现在换线了 摇根 古人目前是双人往上 这波有机会的 大招技能解锁到 漂亮 可以 其实是波特队队要留下了大十分的认同 这些能走吗 败了 受不了了 掉啊 继络高兽 发狂 手里一技能还有被动 撞过去 大技能落下来 只是一波一位三 拿掉进房子 进房子 再出来 白手都被动挂一二 伤害很高 打光哥 有角度吗 手里一技能给到 二段一没中 怎么犬神来了 犬神走了 哈哈 犬神 去吃兵去了 没机会了 犬神这波过来没有逮到人 犬神进来之后 没办法 对 但是这一波的话 打了个二换二吧 一被摧毁 这像科技 腿很短 腿不到人 没办法 他毕竟上路一塔掉太快了 还是要处理完兵线 补补经济再来的 他看着满地的残血 眼睛都发绿光 好 好馋啊 是馋的 毕竟 高兽的人头也值钱啊 是 钱不是万能的 看一下上路的一塔 现在兵线进来了 但侧翼这边是有人的 哎 镜在旁边 好七层塔皮不摊 他走 投稿找到了米露 被动坐下来 伤害不太够啊 是 我感觉 我感觉现在天井下的房子 成为了阿斯特众人的一个棲息地 就是 你知道吗 就是说 就是休息室 继续我休息几秒钟 等我的cd好了 我再出来跟你打 是 缓一缓 对 服务区了变成 好的看一下现在经济的差距 呃 逐渐拉回来那么几百块 但是还是将近4000一个差距啊 是的 罗门能不能带出去 然后给阿斯特压力成为了 LGD自己觉得能不能获胜最关键的点 是 现在差点还是比较高 勾哨一个人也在单单 但是罗门经济补起来了 现在目前是只差4000块 你然后777 雨昕53 这光是对位就差2400啊 嗯 但是瑶现在一直是没参战的 他一直是 跟着自己家辅助在推爬的 哎呦 这是个大招 被动 撞了一圈又一圈 是的 哎呦 再崩一下 这一个一技能 真要腾死了 是 好看一下侧翼这个位置 所以不知我转了一套 蛇线刷了 要动手吗 罗门罗门看到了刀光哥的身影 罗门现在很希望跟高尔俩人能对着带 哎 瑶瑶怪找77 大家真的开起来了 这个铁屎大确实可以放的比较随意 因为cd很短 呦 这什么伤害 这离谱了 一下 还正连 扛塔扛塔 但是问题不大 问题不大 不知火 一下米露不来 432 转一下进防 走来 跑得非常快 这就一直摇拨你啊 嗯 摇线的经济最好 green 只要跟着他提供一个房子的保护 就是没什么大问题 这大神仙都没有选择动 阿斯拉想要更稳一些 前两波就是勾到他试探了 就是我 我的伤害好像对不知火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威胁 哎呦 反而是不知火的伤害现在 有点痛 是 对 耳上应该出的是纯输出 你今天出场的战役都是那三件套嘛 嗯 吴志枪 然后寂静吴梦 再加上 呃 来 拿走 这下 rgd 这五个 这是五个人 包机两个人要全交掉的 可以 蛇 对模上野大蛇全部倒了 但是大蛇这个位置看一下阿斯留下能不能留下 时间够不够 来不及了 来不及了 可以 阿斯这边直接留下大蛇 是的 不肯拿大蛇大蛇兵线 是的 直接溜了 这个大蛇肯定是 赶不及过来抢了 但是赶拿是尽使拿到蛇好像站起来也都有点小 是有点小费 因为你上野两个人人头 说实话 尤其打也是大人头 上野很值钱的 对 你看 这边 断一波几手 包括对面也有单带点 犬神 一旦说站起来之后 其实 其实现在他是不怕跟刀光哥去DV1了 是 我嘴巴打了个翻盖 洗碎这个位置还好能走掉 这也不太敢追呀 所以我再接近他 第一高防御塔 已被摧毁 铁鼠的经济很好 还是那句话铁鼠现在还没有打团 但很 你看001 但很怕就是打团直接就是一波给他摁住了 是 你现在时间到了 14分钟左右 摁一波 你很伤的 是的 我直接说实话 推塔也不需要 紧纳罗 就犬神一个人推就可以了 一个人带就行了 感觉没单带没人能摁得住 所以现在 阿瑟很迫切地想从正面去找机会 对 如果这波蛇线 阿瑟有没有机会上波高地吧 犬神回来了 好像有点难啊 这波 这波蛇线也没有想要去做人动物啊 哎呦 鬼切自己的出装 跟常规 还不太一样 是 它是 按压黄金晶第二件装备自己出 没错 我们看一下 摇这个位置 有 这边 人其实还是有点多的 我们需要注意一个比较玄学的点啊 在以往阿瑟特的对局当中有一个大数据 就是他们很多时候是拿到优势之后 稳着稳着稳着就输了 嗯 尤其是在对方的高地塔下 就是军事局的情况下 嗯 稳着稳着 就输了 就怕出现这样的状况 是 而且现在LGD想跟你稳也稳得住 看一下犬神回来了 会不会也不好上了 等一套 可能这边有点 等不住啊 不止我现在装备已经成型了 被先打起来 这锁到GREEN的身上 这被拉回来了又 是 有原来这你们的大招 嗯 出现一个中二塔 但是高地感觉没机会了 大师收益负一千 那就是说 冰线拳给对面吃了 那尤其犬神吃饱饱了 现在一万了 是 但还好犬神 这是打团这一块 还是有短板的 嗯 而且他需要 抓好这套时机才行 不错 但是整体看下来的话啊 阿斯特前中期的优势 其实还是蛮大的 如果说把时间拖到 目前的这个节点 而且经济 没有拉开特别大的情况下 其实感觉也不是特别 嗯 LGD只要找到机会 把这个 摇这个点点掉那么一两次 对 是有机会赢的 是的 现在就是 他们的颜面不大 但是有机会 不像其他还那么闷 老糟 发一套 现在犬神好像有点难处理了 毕竟出到了罗刹王骨锤 不知火这局能不能在正儿八经 开团之前 把对方后排的一个血线压低之下 是很关键的 他现在装备差不多了 而且肯定也不皱 对 不知火这局 我只能说舞台很大好吧 嗯 可以多尝试 尽情发挥 他其实如果能压低的话 鬼切跟犬神的一个进场 会比较好近一点 是 只要把Green的房子骗出来 这应该是 察觉到对面要抓自己 我跟你说 这是往往玩战士 或者玩丹带士神的 嗅觉 真的嗅觉非常灵敏 说出来都是心三类 被抓怕了 抓到习惯了 无闹味儿了 对 何况这局玩的还是犬神 他们只需要做到一面合一 是 来 这一波技能 全部关到高车上 能保吗 勾 勾进房子了 哎呀 这有点难受 还好 RGD这边的技能 教的不是很多 哎 米露这局好像被动没有出来过 没有 他很稳 就他 他稳的可怕 对 他会放弃一些 击杀概率不超过七成的人 嗯 不去做危险动作 是的 你看一下 哎 摇 哎 摇这个位置 快了看一下 黄雀在后背到了 摇这个位置 要被砍死 哎 两刀直接爆掉 有黑镜压 这一波及时有薰 也感觉 善意是要没的 啊 这条大蛇怎么说啊 罗蒙 罗蒙已经开始发颠了 开始 无敌起来了 是的 这这一波的话 就是在对方的 拍摄之下 人就在那等着你 他现在究极勇猛 坏了坏了 我杀不了啊 还好 这不有锤子 哎 勾啊 勾也没了 真就一个一个来了呗 大蛇没了 狂战士罗门 可以 LGD从刚开始有点崩的情况 面对对方上下两条边路大优势 现在打回来了 回来了 而且大蛇也可以拿到 这条年兽 阿斯特还真 不太好守感觉 如果LGD心意狠 现在就过来拿 就现在就是 西碎开始服务于罗蒙了 嗯 就我把人摁在这 你想怎么看怎么看 是的 给你画地为牢 阿斯特好像还没有什么好办法 是的 就西碎只要能把人多拉到一块 包括配合不知火的那个伤害 也是很可观的 这局 罗蒙现在巨勇猛 现在连兽 看一下阿斯特怎么处理 小房子先过来 拉下视野 山姨也在特别 不知火 进场不知火 这边还有被动的 还没出来 白剑 这是一个白剑 我们需要注意一下 看下姚这边大剑的开起来 姚的动向将会非常的关键 打三技能 开一下往前压位置 连兽这波 能不能拉多仇恨 拉多仇恨就要博一下降服了 怎么 现在 现在地理优势在于 LGD身上 高大仇恨就在开起来 前进场 图后排 找到了不知火 年兽被GREA拿到了 是的 这波团是双方的生死 生不少 哎 准备 看一下这一波 摇 摇 就一丝线的西方来 我就再追 只是最后一个密碌了 说不我先翻一下 但一张还直接灌满 这 哇 这么大硬啊 是的 一拨了感觉要 这也太惊悚了 这波好离谱啊 我这感觉摇摇欲坠了 就这这一波摇 他马上就要倒了 就一丝一丝 吃血了 对 就拉开 是的 而且那个年兽 被GREA拿完的那一刻 直接吹上了战斗的号角 是 而且当时就封掉了那一波 是的 带兵线 阿斯尔结束了这一局的比赛 也结束了这场比赛 恭喜他们赢下了这场比赛的胜利 恭喜 这最后一波真的是太惊险刺激了 原本感觉就是 大事其实是掌握在LGB手里 因为那个年兽的位置 是对他们比较有利的 对 是往下半去靠 更偏向 但是就被GREA拿到了 这就离谱 确实 好 再次恭喜阿斯尔赢下奔赏 丢了胜利 恭喜 哇 这局LGB是很有机会的 因为在前中期的节奏 其实已经是倾向于阿斯尔了 一度经济拉开比较多 但发育到中后期 罗门这个点它站起来了 几波团战当中 甚至其实阿斯尔自己 也是有披露的 我原本是感觉LGB自己 可能就崩了 冰摆入三岛 直接就没了 但没想到 就是那一波 好像是勾的人头 喂到了犬神的嘴里 550 我记得很清楚550 然后下路的那一波 对 然后它就开始顺起来了 对 下路那一波 摇加上耳罩的人头 再加上拿到了大蛇 对 这个年兽其实可以不用着急 对 其实这个年兽 如果说脱兵线的话 但是有没有一种说法 我们都懂的 他们肯定懂 那他们还是这样做 说明他们觉得这波团 打是有机会的 对 有说法 但是可能万万没想到的是 这个刀光哥 直接就发颠了 大招心的开起来 上一阵往里 啪 往里一撞 直接断你 对 就把你阵型全部分割开 对 其实那一波之前 是有铺垫的 刚开始 是先让沐西 把不知火的血线压底 而且被动没出 对 后来 女外境吧 开了个大招 然后被不知火炫一条 其实沐西也很残了 对 但就是那条年兽 一直没拉脱 尽管兵线 其实已经冲到 阿斯特二塔之下了 双方各有一个狂战士 真的狂战士 就当Green那个 年兽一抢到的时候 站得好 就要开始 这样哗 上 对 然后摇那一波的自宝 其实是比较 秀走位和考验客人的 对 它是被 严防死守 被死死盯住的 对 但是我们需要注意的一点是 即使在中路期 LGD已经 那几波之后 出现了一个问题 还是在射手 对位经济上 是的 就是这一局 简纳罗是没有办法发力 但是如果给到摇机会 他的输出是很高的 嗯 刚开始倒是摇也没有参战 对 但确实最后的那一波 真的是一锤定音了 是 有没有那么一种可能 果然你直接把那个年兽拿下之后 士气大震 直接冲 对 你毕竟拿到年兽之后 有额外增伤啊 那个真实伤害 对啊 我本来是丢了大折的呀 我现在年兽 夸拿下来 我经济又没差你多少 对 其实那按这样看的话 如果在这种局面 稍微缓那么一波两波兵线 能用兵线把阿斯特的某一员大将调走的话 那这局可能LGD的盛面会更大一些 我感觉他们是有机会的 当时如果没没没看错的话 是打年兽的时候 中路兵线以及上路兵线 都已经推到二塔了 快要到二塔那个位置了 是 其实再拖拖看那个兵线往上一冲的话 完全你必须要回去清线的 对对对对 这局无论怎么说 在就是双方的第二场丢武里的第三局 是非常的荡气回散 对很精彩 好看一下赛后数据 这局的比赛时间24分23秒 全场输出最高的是米露的不知火 55542的伤害 是的 经济曲线基本上全盘掌握在阿斯特的手里 对你看就是打年兽的那个时间点 也正好是持平的状态 对最多就是拉平 这局也比较有意思 是这个罗门的这个犬神 经历过低谷 从流浪犬然后一路逆袭到战神笑点犬 确实 有段时间是不是一直追着的 他很惨刚开始 是的我们看一下这一局的小局最佳 给到了高少的刀光哥 336的KTA参战率82 伤害胜比25 伤转319.3 乘伤33% 最后一波的切入非常的顶急 是 实至名归啊 今天的刀光哥上场表现都非常好 对都很好 好我们看一下这一局的高光时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指点栏较大学 來 凹架 下雨 一方氣息會抗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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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么看到了最后一局的比赛 其实和我们这个赛季的slogan是非常相像的 就是破镜成光 因为之前是很容易出现 我拖着拖着拖着 我输了 对 但是在今天比赛是拖着拖着 虽然被翻了 但是我最后赢了 我还可以拿下来的 结果是好的 找到了一个破局的关键点 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没错 而且我其实刚看回放的时候 摇那个位置真的太惊悚了 锦纳罗追着他 然后锦纳罗率先被他边退边点 点死了之后 鬼切上去切他 半空中也被他点死 前排后排脱节了 追他的人其实蛮多的 他的血线也确实一直都不好 但是他这个走位 就是闪转腾挪 十八般武艺全部用上来 然后把自己给抱住 他如果捐找了 其实这一波可能就改写结局 阿斯特可能就直接没了 是的 还是很关键的 那基本上你前半段 你看不到摇 他在干嘛 他在带线 他在推塔 你后半段突然发现了 哎 摇你怎么001啊 但是你怎么一万块钱啊 原本感觉摇在挂机 对 但不是 这一波叫做 叫什么呢 这不叫闷声发大财 这叫 对对对 我觉得其实摇可能最喜欢的 就是这种状态 因为之前打比赛很容易被针对 你动不动三个人四个人 下来搞我 今天你也别理我 你让我自己发意就行了 对就是我一个射手嘛 我刷爽了 那我肯定就能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对 如果前中期被针对多了 就是田径 其实最怕的是什么呢 不是说你丢阴线怎么样 是最怕你阵亡那么一波两波 哎 这是最恐怖的 你节奏一段 不是说你光断的是 你纸面上的一两波兵线 你断的是节奏 还有你复活的时间 赶路的时间 这个要帅 是 我觉得最难受的是那种 我本来对线压得好好的 是优势 突然因为压得太深 咔咔被抓那么一波或者两波 直接无法对线了 那不罗门嘛 罗门在第三局真的被抓得太惨了 太惨了 这也属于是典型的那种 如果你选出这种 就是强单带的上路之神 会被军训的一个情况 很正常 有点像那个当年的波热 哎 对对对 波热当年 这个是你别玩了 还有那个荒川也是 六七之前你别玩了 是的 你基本上 反正你只要赶压线 赶出来 我就抓你 你再赶摸一下这个冰 我稍微忍一下 但是你如果赶摸一下我 你可能就没了 所以为啥当年 我们这个版本 就是时间很久 一局可能要二三十分钟 就是因为前面被抓烂了 我要发育 对 我要吃钱 当时我还记得 你像什么九屯这些 也是上场的 九屯 波热 什么荒川 鬼使黑 九屯还稍微能活一活 就是波热和荒川本身又脆 然后六级之前 又没有什么自保能力 对 那时候真的就是 这两个人就一出场 我们一看就知道了 哎 这一局零七零 甚至当时不用出来 你就你玩波热嘛 你就一塔二塔之间 站着就去 你就别出来了 我印象当中 那个版本有一个 很奇怪的事情 就有的时候被抓烂了 就在家挂挂机 然后等吃经验补偿 吃经验补偿 突然发现 我家还不如 在我家挂挂机 车来补得快的 我与其送你 我不如在家挂一挂 看看风景 时间大补完 对 后来经验补偿 就没有那么丰厚了 之后这两个事成 好像也消失力气很多 对 目前这个版本 确确实实感觉 尤其是在 这个版本之后 你看刀光哥 有调整之后的话 感觉今天的上场率很高 而且他的一个表现 真的很出色 很似乎 好的 把画面交给主任 陈欣 看一下本场的赛后采访 好的 欢迎来到赛后采访 环节 我是陈欣 恭喜阿斯特获得了 比赛的胜利 我们请到的是 中路选手 沐西先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 我是阿斯的沐西 欢迎沐西 今天也是恭喜你们 非常快速地拿下了自己 春季赛的开门红 首先问一问沐西 今天这么快速地拿下了之后 而且感觉你们今天的一个 整体状态非常的火热 在现场也是听到你们 沟通交流的特别激烈 特别是勾 那你们今天的一个整体状态 打下来之后 你自己觉得如何呢 今天整体状态是挺不错的 因为今天第一次比赛 比较开心 比较紧张 非常的开心 非常激动 对不对 那能不能跟大家透露一下 沟到底当时在喊一些什么呀 沟什么都喊 老师我也不知道他喊什么 什么都喊 看得出来真的是杰哥 他的一个气势 是非常的有憧憬的 对不对 那他平时是不是在俱乐部 也是这样的一个性格 他俱乐部也是很活泼的 很搞怪 很搞怪 看得出来阿斯特 其实对内的一个氛围 一直都是非常的欢乐的 好 那今天聊到我们的比赛当中 其实在第一局的时候 那一波中野 第一波好像发生了一些小问题 是怎么回事 那一波是因为 我们打野想去敌方野区探险 探险 就是反野 然后我说让他慢一点 我马上就来 然后他就直接冲上去了 然后别人就急火把他打死了 直接冲进去了 那其实我们之前一直觉得 尔少杨哥一直是 其实阿斯特队内的一个非常稳定的点 那他这个赛季是改变了自己的一个风格吗 这个赛季是改变 他这个赛季只喜欢反野 特别喜欢探险对不对 很喜欢反野 今天有点点拉不住了当时 那后续你们是怎么样重新找到自己的节奏的呢 后续的话就稳住发育吧 然后找到机会 然后再翻盘 其实看到在后续推上路高地的那一波 哇 太帅了 本来以为你们被反打就是要撤退的 但是沐西的这个青鸡 一一喷三直接拿下了三大神器 那一波自己是怎么处理的 那一波我就是边打边喷 然后喷着喷着发现对面的状态不是很好的 然后就顺步上去接着喷了 直接拿到了那个对面的人头 顺势是拿下了比赛 真的是太帅了 好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聊到在第二局的时候 对面在阵容的选择上 其实先手是亮了一首十六鼓嘛 但是后续在最后一首又补了一首比安花 把十六鼓摇到了辅助位 当时你们看到这个阵容的话 有没有想好什么样的应对方法呢 当时看到那面选十六鼓 就我已经猜到他应该是辅助位了 因为之前在训练赛也遇到他玩十六鼓辅助 就早就已经想好怎么运队了 嗯 赛前的准备也是非常的充分啊 那看到在局内的话 两分钟的时候在下路河道的那一波团战 哇 你们几乎是打了一波完胜团 而且沐西在中路过来支援之后 也是收掉了对面比赛花的人头嘛 几乎是天虎的一个开局了 非常舒服 这波团战当时是怎么沟通的呢 这波团战主要下路和打野玩得好 打野抢到了达摩 然后下路也是把自己挂掉了 我只是来收个人头的 夸夸队友 我只是来收人头的 当然我们游戏是五个人的游戏啊 大家都表现得非常不错啊 好 那接下来 其实我们也是继续聊到 在第三局的时候 感觉上你们的阵容上中也是没有变化的嘛 而且对面选择了罗门招牌的这个犬神 这个选择你们当时有没有考虑到呢 他没有考虑到他会选择选神 但是我们杰哥说不怕择选神 他就是 他就直接对线给他打包 他说 那你觉得杰哥今天对线表现得如何 我觉得杰哥今天对线表现得挺不错的 挺不错的 是发自内心真诚的夸奖对不对 内心真诚的 不是怕他到台下压力你 不会不会 好 那其实今天也是看到 Aster整体的打法 真的是非常的有冲劲 而且今天也是非常顺利地拿下了比赛 今天也是再次恭喜Aster 感谢穆希接受我们采访 期待他们在后续的精彩表现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 让我们稍事休息 一起期待下一场精彩的表现